好,我们开始进行数据分析这块的学习 在这块内容里面呢 我们一共要学习以下支点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是关于基础概念和环境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对不对 那么剩下三个呢 Malapuronib,Numpay,Panus 是我们在后续六天里面要学的内容 那么Malapuronib是干什么呢 它就帮助我们进行画图的 Numpay呢 它是帮助我们处理数值型的 这样一种数组的 那么Panus呢 它是在Numpay的技术之上 除了能够帮助我们处理数值型的数据之外呢 还能够帮助我们处理字不串 以及时间训练,列表,字典等等 所有数据类型都是通过Panus可以进行处理的 这就是我们数据分析教学的内容 那么在第一个里面呢 就是基础环境和概念里面呢 其实这一部分呢 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 我们重点要知道什么是数据分析 那么包括环境的安装 我们就用的是Anaconda 大家之前应该也装过 但是呢到时候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Jupyter Notebook 就像是一个iPython所提供的这样一个笔记的 这样一个软件 大家之前可能也有人用过 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进行数据分析的学习 为什么要进行数据分析的学习 看左边这个图 可以理解为我们经常从这个 爬虫呀也好 或者从别的别人那些地方各版数据也好 都是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我们把它存到数据库里面 这个数量可能非常非常多 比如说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数据都有可能 那么通过这些数据 我们希望从这些数据里面 找一些有用的规律 或者有用的价值 让我们后续去使用 但是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看这样一个数据库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 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说的话呢 我们是不能够非常轻而易举 从这一堆的数据里面 找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对这些大量的数据 进行一些统计和分析 进行统计和分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已有的数据里面 总结出一些比较我们感兴趣的规律 然后呢 交给后续的其他人 或者后续我们自己再去使用 那这个时候呢 为了让这个总结出来的规律 看得更加明显一些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图把它绘制出来 绘出来的图呢 就可以像右边这个样子 像右边这个样子 比如说大家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可以理解成在数据库里面 存放了就是很多很多的人 然后呢 他们相互之间的那种吸引程度 比如说这个性格以及外貌 这两页是我们爬到两个数据 然后呢 还有一页叫做吸引程度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最终他们的结果 这一条一条数据呢 存在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 可能有几万条 几十万条 然后最终呢 我们把它绘制出一个图形之后 其实大家能够看得非常的明白 外貌和性格 他们之间吸引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 他们会最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说 就是这个样子的 通过这个图 我相信大家看这个图的话呢 如果说真的有一行一行的数据 放在数据库里面 肯定是看图更加直观的 对吧 所以说大家就需要知道 为什么要进行数据分析呢 因为进行数据分析 能够非常方便的帮助我们 从一堆数据里面 找一些非常直观的经验 或者直观的结论 供其他人 或者供我们自己去使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数据分析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上课的时候 为什么要讲数据分析 也是由于以下三点 第一点 它是有港文需求的 虽然说这个港文需求并不多 但是呢 我们经常是把数据分析和爬虫 和记忆学习在一起 组合在一起 去写这个简历 以及找出工作的 那比如说 我们经常会看到别人 面试要求上面 经常就会放 比如说让什么 让做爬虫 对不对 那做爬虫的时候呢 可能顺便还需要 这个一定的数据分析的基础 比如pandas 或者说做外部也是一样 经常呢 也是需要数据分析的 因为做外部 就是直接做到后端嘛 做到后端的时候呢 我们在页面上 不仅要去展示什么呢 要去展示这些 比如说商品信息这些 对不对 还可能要展示什么呢 还可能要去展示 比如说这个商品 最近卖的怎么样 这商品最近卖的怎么样 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应该用一种 什么的方式 去把当前这一类 或者这一种商品 卖的怎么样 给呈现给公司领导看呢 对吧 你肯定得想到 应该画个图了 对不对 那怎么去画个图呢 对吧 这个时候你给你想到 就是在前端 前端页面上画 那肯定要用到GS 对不对 那除了GS之外 那后端有那么多的数据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 才能让它展示到前端页面上呢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就是需要数据分析的 那对于爬虫也是一样 爬虫的话呢 由于我们经常能接到这些数据 我们把数据 爬下来之后 存到数据库之后呢 可能老板还希望 把这些数据做一些展现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是一样 可以使用后续的工具呢 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些处理 处理完了之后呢 去交给 存到数据库也好 交给全端也好 就是呢 到时候可以把这些数据 进行出来 其实在很多时候呢 这公司里面 除了 我们看到那些网站之外 其实它有很多 我们看不到的网站 就是公司内部 使用了一些网站 而公司某几个人 才能看到一些网站 比如说对公司内部产品的 这样一个分析 对不对 这些网站 它其实公司内部都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 先上了一个产品 先上了一个产品 在 假设是在国内的话 在全国每个省 它的下载量是怎么样的 对不对 大家可能发现 通过一个条形图 或者折线图 展出来之后呢 我们发现 在北京 今天下了 十次 在深圳呢 下了一百次 那这个时候 别人可能要想 如果说 要把这个产品 在北京给打出去的话呢 应该去北京 吃上做些广告 比如说呢 做些营销 对不对 比如说去机械里面 做广告 对不对 公交车上 什么时候 做广告 对吧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说 比如说 产品里面 新上线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 新上线之后 多少人点击 对吧 点击 在当前页面 停留了多少次 这些呢 数据其实都是可以 通过相关的方法 然后呢 把这些数据拿出来 然后进行统计的 等于出来之后呢 这些数据都是可以 呈现在 我们的这样一个页面上 或者直接做一个报告 就直接画个图片 放到我们的PDF里面 拿给公司的领导 或者公司的 CTO去看的 然后看到之后呢 他们就能够非常直观的 清楚的看到 当前 和这个数据相关的 一些效果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比如说 用户的那些点击量 用户的那些点击 他每点一下 我们前面也给大家提过 他就可以通过 一次 LOG的日志的形式 或者说 发送一次网络寻求的形式呢 进入到我们的 这样一个 本地的服务上面 那本地的服务上面 它有可能存到数据库里面 也有可能就存在 这个LOG日志里面 那数据库里面 和LOG日志里面 肯定就会有 非常非常大量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的产品呢 每天 十多人数呢 可能有四十万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 日志的信息 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人一天 就他点两次 那这些 他点的地方不一样 点的东西内容不一样 就算这点两次的话 每天也会呈上 大量的信息 大量的记录 对不对 那就是八十万条记录 大家可以想象 一天就八十万条 一个月会多少条记录呢 对不对 如此大量的数据 那肯定是需要 有东西 能去处理一下他 当然我们直接使用python 我们也是可以做的 只不过这个效率 非常非常低 我们使用python 我们使用循环 我们使用操作数据 固定的方式去操作他 或者操作其他的 比较小的数据操作他 比如说操键 操作这个文件的路径 操作文件夹 当然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能的效率非常低 可能那么多 八十万条数据呢 可能我们要处理半个小时 才能把它全部处理完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就需要 来学习数据分析里面 后续学习的那几个模块 它们能够非常高效的 帮助我们去处理数据 进行数据的运算等等 都是可以的 直到得出一个 我们想的结论 刚刚所说的 这是第一点 有岗位需求 但是岗位需求呢 往往我们可以跟 它从web 以及后面的 机器学习放到一块 这样可能更好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想 我们简直上 除了写web 除了写partum 除了写机器学习之外呢 其实也可以 把数据分析加进去 对吧 那么第二点 是python 数据科学 学科的这样一个基础 是机器学习客人的基础 这个也非常好人解决 对不对 因为现在我们学的 科学工具呢 在后续 我们如果说 在机器学习里面 或者想要进行这种 数据科学的 相关的工作的时候呢 都是肯定会 当然用到 后面学的numpy 和pandas的 特别是numpy numpy它是好多 数据运算的基础模块 比如说pandas里面 用的就是numpy 在处理数据运算的时候 那么pandas呢 它除了可以处理数值 还可以来处理 这样一些字符串 或者说python的 列表字典 这些类型 它都是可以处理的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而且效率呢 要远远比我们单纯的 使用科学循环具便利 这样一行一行的数据 要高很多 我们通过后面的学习呢 大家就可以发现 那是这是为什么 我们要进行数据分析 那么到底什么是数据分析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其实关于这个概念 其实非常简单的 前面我们在讲这样一个图片的时候呢 给大家简单提的过 我们做数据分析的目的 就是从单段数据里面 去进行这个数据的处理 然后呢和分析 然后呢得出一个结论 得出一个结论之后呢 别人能够通过这个结论 去为后续的决策 或者干某些事情 提供一些数据上的支持 而并不是一拍脑袋 一拍大腿而想出来的 对不对 现在可能公司里面越来越 越来越摸的呢 不跟之前一样 之前的话呢 可能公司领导就是 想到哪都要做到哪 对不对 想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呢很多时候 我们要做个事情 都是要靠数据去说话 数据显示是这个样子 我们才应该向 往这个方面去走 数据显示 往这个方面走不通 或者营收会变少 那么就不应该 再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说呢 我们都是需要通过数据来说话的 那通过数据怎么说话呢 给一堆数据库里 给一堆最后一句里 你也是看不明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从这堆数据里面 去寻找一些 非常有价值的规律 或者经验出来 或者进行一些 数据相关的一些统计 统计之后的结果呢 来去做后面的事情 来去做这个决策 为决策做支撑 这就是 这就是什么数据分析 就是帮助我们进行判断 一遍采取适当的行动 就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前面所讲的呢 就是为什么要进行数据分析 以及什么是数据分析 那么说完这两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关于数据分析 这样一个流程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流程呢 就和我们之前讲爬虫的时候 爬虫那个流程一样 理解吗 我们在爬虫里面 我们是不是说有那四步呀 在数据分析里面 就有这样五步 我们现在看一下 首先 问题是什么 前面我们讲爬虫 我们非常清楚 这每一步 我们是要干什么 比如说我们要爬 往往上上某些数据 某些资料我们要 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 对不对 但在数据分析里面 也就是在后面的 继续学习里面呢 可能我们的问题 就不再那么清楚了 所以首先呢 拿到一个问题之后呢 我们得非常清楚 这个问题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非常关键 到底想干什么 知道这个想干什么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去准备一些数据 因为根据我们要 解决的问题不一样 我们可能准备的数据 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准备数据呢 就比如说 跟爬虫里面关系 就是从数据库里面 读这些数据出来 或者从本地 把这些数据读出来 读出来之后呢 按照问题的要求 去把这些数据的作业处理 比如说我们可能 只要求能保一些字段 或者说这些字段呢 可能是由于是一个字符串 或者是一个列表 但是我们只要这个字符上的 某几个字符 或者说我们只要这个列表 某几个位置的数据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对这些数据 进行预处理 就说形象一些 就相当于是我们做什么呢 做数据清洗这个活 把这个数据 变成我们最终进行数据分析 想要的那些数据 或者变成其他人想要的那些数据 这个过程呢 其实就是数据清洗 所以数据清洗呢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神秘 你知道吗 我们爬虫爬到一堆数据 可能每一条里面 有20个字段 这些数据 那别人真正要要的时候呢 可能并不是要那20个字段 可能只是要其中某一个字段 或者对其中某一些字段里面 他只是要其中某一部分的数据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 在别人用之前 把这些数据呢 全部给他准备好 准备好之后呢 把这些数据再交给别人 别人用起来才比较顺手 那否则的话 我们不做这个事情 别人也是一样 要从头看上来做这个事情 对不对 这比较麻烦 所以说呢 我们有了问题之后呢 再来准备数据 准备好数据之后呢 然后进行这个数据分析 然后我们可能就要用到 之后学习Numpile Panus 以及Malip 相关的技术了 来进行这个数据的分析 然后最终呢 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那这个结论呢 我们毫不疑问 肯定从一堆数据里面 拿到的 比如说 10万条数据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可能只有一行 比如说 拿到一行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把这个结果 给到我们老板的时候 给到领导的时候 他看一眼 好像大概能看明白 是那么回事 但是呢 可能仍然不是特别的 看得不是特别舒服 对不对 虽然能看 但是不是看得特别舒服 因为毕竟是通过文字秒数的 还不是特别直观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想办法 把这个结果呢 进行一些可视化 把这个结果进行可视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这些结果 通过图形 图表的形式呢 把它给展示出来 展示出来之后呢 我相信是一个三岁小孩 他能看这个图呢 就会 就都能看到非常清楚 这个图的变化 或者这个两个 条件之间的一个相关程度 都是可以通过图形呢 来直接看出来的 这样就五步呢 就是我们进行数据分析的流程 所以首先提出问题 准备数据 进行数据分析 得出结论 进行的这个成功的可视化 那么得出结论和成功可视化呢 往往是在一起的 所以说呢 虽然这里我把它放到分开了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得出结论呢 除了进行这个成功的可视化之外 往往还有和之前所说的一样 就是把这个结论 直接给别人返回回去 就比如说文字的形式 所以很多时候呢 并不一定非要把这个结果 进行一些可视化 对不对 以文字的形式给别人 传给别人也都是可以的 或者说以这种道个的形式 给到别人 都是可以的 并不一定要非要把它 画的图出来 整成一个图表 所以说呢 往往在这里呢 我们是一共有四步到五步的 最开始问起 然后呢 准备数据 然后呢 进行数据分析 然后呢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那得出一个结论之后呢 可能我们想让这个结论更直观一些 我们还需要进行这样一个 可视化的 这样一个操作 这个流程大家能够清楚 对吧 也是能够清楚的 那么这个流程呢 我们后续也是一样 会遇到很多很多次 就像我们之前写法中一样 我们最开始 我给大家看了一个流程图 然后后续的 我们写的代码呢 都是看到参考 那个流程图来进行的 在这个数据分析里面 也是这个样子 这样的流程图 后续代码 参考这个流程图来写 所以大家忘了 如果为什么 到时候写的代码是那样去写的话呢 来看一下这个图就明白了 当然这个图呢 在后续也是会出现很多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